吉川市 于2020年12月2日 注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东道主城市 东道主城市这一创意的目的是 让日本的各地方政府 与参加东京奥运会 残奥会的国家地区的居民 在体育文化经济等方面 开展长期的交流 是日本政府开展的活动 东京奥运会在奥运会史上 首次向世界提出这一创意 截至2021年2月 全日本有517个地方政府 注册成为183个国家地区的东道主城市 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 各位 听到澳门两个字 你们会联想到什么呢 澳门面积与吉川市相当 约为32平方公里 人口却是吉川的九倍 约为68万 人口密度很高 葡萄牙统治时代留下的 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美丽街景 成为世界遗产 另外 赌场和度假酒店也令观光客流连忘返 澳门的饮食包罗中餐 葡萄牙餐 澳门餐等种类繁多 饭塔以及葡萄牙葡萄酒 也是受人喜爱的特产 吉川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北部 北部的祈遇县 面积约为32平方公里 人口约为73000人 儿童比较多 是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城市 樱花树成行成列 延绵三公里 每到春季花开缤纷 美丽壮观 吉川市内有数条河流通过 长久以来 傍水而居 与河水共存 自古 以年鱼捕捞为圣 被称为年鱼的故乡 年鱼等河鱼料理 深受大众欢迎 吉川市自2017年度开始 每年举办残疾人竞技大赛 纳玛林运动节 2019年召开第三届时 有大约200位市民参加 吉川市一直致力于推动残疾人福祉事业 实现多文化 共生社会 通过市民的介绍 吉川市成为预定参加东京残奥会的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东道主城市 吉川市在注册成为东道主城市后 就开始了各种推介活动 2021年1月 在吉川市政府楼 举办了介绍澳门的展览会 使用图片展板和工艺品 介绍澳门的当地文化和实力选手 到访者纷纷书写 声援澳门选手的支持卡片 还录制了声援选手的视频 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心声 澳门的运动员 加油 拉金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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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你好 我想你 欢迎你来吉川做客 加油 拉金牌 澳门加油 吉川市民支持你们 为你们加油 澳门你好 我去过一次澳门 对澳门的印象特别好 希望这次澳门的选手 在茶奥会能有好的表现 澳门加油 2021年2月 举办了连接澳门网上交流会 约20名市民 与澳门的三位实力选手等 在网上进行了交流 交流会上 澳门选手自我介绍 市民向选手提问等 整场活动欢笑不绝 友好融洽 另外吉川市长 与澳门残澳会理事长 分别在地节东道主城市 备忘录上签字 成为双方正式开启交流的 意义深远的一天 吉川市的东道主城市活动 还刚刚起步 今后将通过各项活动 拓展市民与澳门的交流范围 澳门的各位选手 我们吉川全体市民 支持你们 期待你们取得好成绩 澳门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